教授天天拉耳朵,甩肉9公斤,血压也降回正常值。 神门血疗法使血液流动更顺畅,还能平衡自律神经。 自律神经失调症协会指出,近年有自律神经失调问题的国人逐年增加。 耳鸣,吞咽困难,胸门,肩颈僵硬,失眠,贫尿以及全身倦怠等各种症状,呼吸,心脏血管及消化等各系统也出现异常,危害健康与生活品质。 此外,精神科医师、开业诊所院长郭玉祥指出,有不少人因为自律神经失调,身体接收不到正确的讯息而暴引暴食,因此自律神经失调也是肥胖的凶手。 如何改善自律神经失调? 耳朵上的神门血,就是对应自律神经的关键区域,日本有超过70万人。 都曾用超简单的拉拉耳朵来调节自律神经,刺激这个区域可以活化下士丘,让动眼神经,颜面神经,迷走神经等诸多负交感神经运作良好,进而平稳自律神经。 日本广道大学区域,日本广道大学医学部教授土肥学研表示,他亲身试验后觉得身体柔软度变好。 向前弯腰手指竟能碰到地板,他在用医疗用显微镜观察手指血管,发现微血管变宽,血液流动变好的情况一目了然。 随之而来的是心情放松,视力更明朗,而且很快就见效。 他分享,原先血压曾高达150mmHg,正常值是140mmHg以下。 随住天天拉耳朵,并且将调整饮食内容以糙米、蔬菜、鱼肉为主,它的血压下降到120mmHg。 体重原来66kg,两个月内减少5kg,半年后瘦到57kg,总共甩肉9kg,腰围整整少了10kg。 。 随住土肥血液的推广,原先因癌症治疗、起肾等因素承受巨大压力,导致腹痛、食欲不振、身体不适的患者,不少人得到改善。 改善自律神经失调这样拉拉耳朵。 做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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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用食指和拇指拉住神门穴,食指在耳内,按在软骨的凹处,指腹夹住耳朵。 2. 稍微用力,向外面拉3-4。 神门穴疗法 使血液流动更顺畅,还能平衡自律神经。 自律神经失调症协会指出,近年有自律神经失调问题的国人逐年增加。 耳鸭,吞咽困难,胸门,肩颈僵硬,失眠,贫尿以及全身倦怠等各种症状,呼吸,心脏血管及消化等各系统也出现异常,危害健康与生活品质。 此外,精神科医师,开业诊所院长郭玉祥指出,有不少人因为自律神经失调,身体接收不到正确的讯息而暴引暴食,因此自律神经失调也是肥胖的凶手。 如何改善自律神经失调? 耳朵上的神门血,就是对应自律神经的关键区域,日本有超过70万人。 都曾用超简单的拉拉耳朵来调节自律神经,刺激这个区域可以活化下士丘,让动眼神经,颜面神经,迷走神经等诸多副胶感神经运作良好,进而平稳自律神经。 日本广道大学区域,日本广道大学医学部教授土肥雪燕表示,他亲身试验后觉得身体柔软度变好。 向前弯腰手指竟能碰到地板,他在用医疗用显微镜观察手指血管,发现微血管变宽,血液流动变好的情况一目了然。 随之而来的是心情放松,视力更明朗,而且很快就见效。 他分享,原先血压曾高达150mmHg,正常值是140mmHg以下。 随助天偏拉耳朵,并且将调整饮食内容以草米、蔬菜、鱼肉为主,它的血压下降到120mmHg。 体重原来66kg,两个月内减少5kg,半年后瘦到57kg,总共甩肉9kg,腰围整整少了10kg。 随助土肥血液的推广,原先因癌症治疗,起肾等因素承受巨大压力,导致腹痛、食欲不振,身体不适的患者,不少人得到改善。 改善自律神经失调这样拉拉耳朵。 做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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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用食指和拇指拉住神门穴 2.食指在耳内,按在软骨的凹处,指腹夹住耳朵。 2.稍微用力,向外面拉三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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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